澳洲的和牛一向有市場 油脂豐富 價錢又比日本和牛便宜一點 所以很受歡迎 澳洲和牛之所以有地位 這位澳洲和牛之父功勞不少 澳洲罕有的純種和牛Black Moor 是由David在1988年由日本人進澳洲 在悉心培育出來 David的牧場位於澳洲維多利亞省的一個小鎮Alexandra 那裡水質清澈 土地肥育、草原又豐富 David只養了1200隻牛 是為了想集中資源給每一隻牛都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顧 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 品質自然好 澳洲和牛可以按它的大理石紋即是雪花 而分為M1至M12 越高級油花就越細密 所以屬於較高級別的M9不單止油花豐富 分布亦都很均勻 一般8至9級的澳洲和牛質素已經相當高 M10至M12最高級別的澳牛產量少 亦絕少會出口 香港吃到的最高級別通常都只是去到M9